这个Soto呢 怎么卖 七毛 这算一点点就够了咯 有没有听到大家 这个叫做大气老板娘 Y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Auto Sematics 我是Oliver Hai面订阅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 并且看小伙伴的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们的IG OK 回来 今天呢 我又来介绍美食了 那今天这个美食呢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尤其是15的你 因为呢 这一个呢 是我从中学的时候就吃到现在 而且它的味道从来没有变过 你看我的背景应该非常的熟悉吧 有没有有没有 记得吗 这个地方 想要知道更exactly的location的话呢 请看我们的caption 我们会列出来它的地址给大家 方便你们来找到这一间 今天呢 非常非常的楼心 能够邀请到这个老板娘呢 跟我一个小小的返航 让我跟老板娘呢 一起来介绍它的这个美食 So 都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去 Let's go 有没有看到我做面上的这个美食呢 是不是很熟悉 对 就是我们似乎唯一一间有卖的炸 So 丼饼 也就是我从中学吃到大了 就是永远就是那个味道 非常非常的好吃 今天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老板娘 跟我们一起接受这个访谈的 我们就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名叫Akai Akai 你这一间大概住了多久啊 十多年这样子 有十多年了吼 我中学时期吃到现在 差不多也十多年了吼 有十多年 我跟你讲 它的这个Soton 饼真的是回味无求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每次一回来到十五 一定会来吃的 真的很棒 很好吃 我相信啦 十五的网友们都有吃过 那老板娘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有这个想法 要去做这个炸Soton 饼 觉得不错啦 会好吃 所以我就做了 第一次你做这个炸Soton 饼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就是纯属 就是要做给自己吃而已 嗯 哦 之前卖这个炸Soton 饼 你是卖贵的 卖贵 在中华路 之后我就搬来这边 就有这个想法 就是做这个东西了 我想问你一下 你一天炸Soton 饼的销量 可以卖到多少 销量差不多有 十Kg这样子 十Kg的Soton 如果你没有饭这么多 也不好吃咯 我觉得这样子 老板娘的意思 就是完全没有通工权料 在这一韩语跑过的都知道了 现在Soton 的价钱开始提高了 其实在我们桌面上 除了这个Soton 饼 还有这么多其他小吃 那这些小吃是什么 这个是豆腐 里面有换肉 豆腐里面有换猪肉 这个是菜脚 菜脚 这个是萝卜糕 这个是饺子 所以总共这边会有卖五样小吃 那价格方面呢 老板娘 这个是10粒7块 10粒7块 这个是2块钱5粒 这个1块钱3粒 1块钱3粒 最主要的这个Soton 怎么卖 7毛 也是没有起价 也是照样卖这样子 所以算一点点就够了 有没有听到大家 这个叫做霸气老板娘 这一集啊 你可以变成我们的霸气系列了 第7集了 是第7集了 第6 粮菜也是 这样子一杯 看来多少钱 2块 2块钱 哇便宜哦 通常我喝到的粮菜都是3块3块 没有 就是我跟你讲 我们随便做做来卖了 随便做做来卖了 老板娘真的是很好 很难咯 就是拿东西 哈哈哈哈 大人 哈哈哈哈 OK老板娘啊 我跟你反谈了这么久啊 我也发现到 你的口音咧 不像无众人的口音 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潮州客 潮州客 真正是客家人啊 都是讲潮州话 哦 潮州话是像福建啊 Johnny Johnny 好像 快听 Johnny一直是讲做什么 哦做什么 这样子你会有一点点 有没有一点点像福建啊 Cotico 去哪里 OK这个不是这样的 哈哈哈 那我们就直接吃起来 好不好 吃吃吃吃吃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试试 这个味道反正不用讲 怎样都是那个味道 那我今天就来试吃新的 还有一点 老板娘的这个辣脚酱是特製的 上一代传到这一代的对吗 我跟你讲每一次啊 你们只要试这边的每一样点新的 配上这个辣脚酱都是非常的棒 好吃吼 很好吃 韭菜啊 那个大小差不多 这样子哦 吃进去的时候 它感觉很像很多料在里面 料很多了 你不要被它的外表 你们看 就算它的皮薄薄一整哦 它里面的肉是满满的 你直接可以看到轻轻色的韭菜 好重点是 这个尖角的地方啊 非常非常酥脆 它里面整个是非常的柔软 所以咬起来啊 那个口感很好 猪肉脚 直接摸它的这个外整 我可以确定它很酥脆 很脆 来 ASMR 来 ASMR给大家看 它猪肉味哦 很重哦 它会爆香啊 非常好吃 豆腐很大力哦 大家 然后它也是用炸的 然后它里面呢 有一层的猪肉 这我相信 它这个也是外酥内嫩 我一口气 我煮完一口爆了 举巴大是这样的啊 里面配上那一层猪肉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豆腐本身啊 它是没有味道的嘛 嗯对 如果你炸豆腐的话 等一下搭配一些馅料 就像酿豆腐的感觉 整个摇起来哦 肉的清香味也会出来 所以整体吃起来的 口感会更好 然后再搭配一下 拉脚夹 好棒 最后一个是萝卜糕 萝卜糕非常的柔软 萝卜糕本身是萝卜做的 就是萝卜做的 萝卜做的 好Q哦 嗯 很香 脚在饭又脆 整体吃起来很爽 我今天没有来这边拍的话 我是根本不知道哦 你还有新的 这个美食 以后呢 想要来这边买萝卜冰的人啊 不凡试试看 老板娘新的这些点心 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吃 老板娘这里都是炸的食物嘛 对不对 吃多了 我们会觉得说 很油腻啊 整个身体会觉得很不舒服 但老板娘 都把你们想好了 它直接出一系列 凉茶搭配 对不对 解热 解火 解油 解腻 哇 罗汉果 我的最爱 OMG 有些人的罗汉果啊 很苦 但是老板娘这边呢 它会有清香清甜的感觉 会觉得说很像糖水饭很多 糖饭很多那种 它不是属于那种味道 它就是属于清甜的那种感觉 很香 这个搭配起来真的是爽 今天呢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老板娘 愿意抽空的时间做这个访谈 那我们也不要一直占用它太多的时间 因为毕竟它现在也是工作时间 对对对 所以今天的这一集美食介绍呢 就暂时告一段落到手 请继续的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 分享 留言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